早啊 新闻来了 今天是2023年9月18日 星期一 农历8月初四 首先进入要门 17日 第20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仪式在广西南宁举行 本届东博会共组织签订投资合作项目470个 总投资额4873亿元 其中制造业投资占比超过65% 活动场次 项目数量 投资总额和制造业投资占比均创历届新高 当地时间16至1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办主任王毅 在马尔他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举行多轮会晤 双方围绕稳定和改善中美关系进行了坦诚 实质性 建设性的战略沟通 北京时间17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5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 将中国普尔井外山古查林文化景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中国世界遗产数量增至57项 17日 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成功将摇杆39号卫星发射升空 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 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下面是一组资讯 8月 我国航空运输市场保持良好恢复态势 民航旅客运输规模创新高 完成旅客运输量6396.4万人次 较2019年同期增长4.5% 中国银行17日消息 由中国银行推出的研究生商业性助学贷款 日前已在江苏 上海和北京三地落地 这是国内第一款研究生商业性助学贷款产品 今天 杭州第19届亚运会倒计15天 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23日开幕 将产生481枚金牌 16日 又一批109名 缅北社我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 集中移交我方 其中网上载逃人员11名 中国自行车协会 17日消息 我国作为全球最大的自行车生产和出口国 目前自行车社会保有量超过2亿辆 17日 由我国自主研制的2.5米口径 墨子寻天望远镜 在青海冷湖正式投入观测 这是北半球光学食欲 寻天能力最强的望远镜 将有助于我国在银河系结构等方面开展研究 近日 深圳海关所属黄港海关 在福田口岸出境通道 截查两件属于国家禁止出境的一般文物 目前 该案以移送海关后续处置部门处理 16日 甘肃敦煌西湖国家及自然保护区开启40匹普世野马放规计划 当天 第一批19匹普世野马在工作人员和牧民的引导下放规野外 这也是甘肃首次通过人工办行方式放规普世野马 江苏连云港医院出具的入职体检报告上写智商偏低 在网上引发热议 近日 该医院工作人员回应称 涉事的竹检医生已被停职 事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 17日 巴黎奥运会女排资格赛 中国女排3比0战胜墨西哥女排 收获两连胜 据日媒17日报道 截至9月15日 日本65岁以上老年人据推算达3623万人 占日本总人口的比例为29.1% 唯有相关统计以来的最高记录 孟加拉国卫生服务总局16日发布数据显示 截至当日 该国今年以来已累计报告登革热病例164562例 死亡病例804例 世界卫生组织称 这是该国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登革热疫情 接下来是服务信息 中秋国庆期间 上海全市警官赵明开启节假日模式 中央气象台17日18时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预计17日20时至18日20时 黑龙江中西部 吉林西部 辽宁北部 河北东北部和南部 陕西南部 四川盆地 重庆西部和北部 湖北西北部 河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 其中陕西东南部 四川盆地东北部和西南部 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 感谢关注央视新闻 更多资讯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 我们明天早上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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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